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政策演講 表示中國對國際秩序構成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美國將會投資自己,團結盟友和中國競爭 外交部網站發布消息 5月28日記者詢問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對於布林肯的講話將對國際局勢和中美關係帶來什麼影響 王毅說,中方要告訴美方知道的是 這個世界並不是由美方描繪的世界 國際社會面臨的最緊迫任務 是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促進世界經濟復甦 維護世界和平安寧,這就需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 踐行聯合國憲章終止和原則 習近平主席相繼提出共建一帶一路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都得到了國際社會普遍歡迎和支持 而美方就堅持中心論和例外論,保持著冷戰思維 現責霸權邏輯,推行集團政治 這是歷史潮流移動,只會引發衝突對抗分裂國際社會 美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動搖現今國際秩序的聯員 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障礙 第二點,中方要告訴美方的是 中國不是美國憶賞出來的中國 中國的發展振興有著清晰的歷史邏輯和強大的內生動力 14億人共同走向現代化是人類的巨大進步 而不是世界的威脅和挑戰 中國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團結、勤勞和奮鬥 靠的是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的目標光明磊落就是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而不是去取代誰、挑戰誰 中國正是推進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 實現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贏 必將成為更好的自己 也讓世界因為中國而更美好 王毅說第三點要告訴美方的是 中美關係不是美方設計的靈和博弈 習近平主席提出 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 有關世界前途命運 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 美方在回答這條題目的時候 首先要意識到單極霸權不得人心 集團對抗沒有前途 小院高牆封閉退步 脫勾斷工害人利己 國與國之間可以進行公平競爭 中美之間亦會有競爭 但不應該是惡性競爭 中方願意公平地比一比 誰能將國家治理得更好 誰能為世界作出更多貢獻 中國人有這種信心和底氣 中國從來都不向鵝詐、脅迫退讓 將堅定捍衛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任何打壓、壓制 只能使中國人民更加團結 中國人有這個骨氣和志氣 黃毅強調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的十字路口 美方應該作出正確的抉擇 不要在三分法、三點論上不斷做文章 而是將精力真正放在淺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上 進而找到中美兩個大國在新時代的正確相處之道 綜合王毅回應布林肯的對話政策演說 第一就是批評美國的世界觀、中國觀、中美關係觀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第二中國不怕與美國進行公平的比拼 第三叫美國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森伯對內地觀察者網咒講道 為什麼布林肯要特別引述拜登提到的未來十年是決定性的這個說法 他認為在這個十年結束的時候 中國有可能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 這是他們最擔心的事 美國現在試圖就是要盡一切的辦法阻止它發生 所以就有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 第一就是阻撓和壓制中國力量的上升 第二就是限制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 他分析拜登任期內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 仍然會是低位波動 而遭遇危機和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在高位運行 所謂低位就是指中美關係目前這種狀態 不可能有明顯的回升 在這個基礎之上它還會波動 即是不穩定 由於美國對華採取了種種打壓和壓制措施 這些措施會不斷衝擊中美關係 甚至會引發危機和風險 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 也包括南海問題和其他領域 未來中美兩國將會在廣泛的領域內進行激烈的博弈 包括外交、安全、經濟、科技和金融領域等等 而雙方的合作將會是有限的 在雙邊關係中不會佔主要的位置 也很難帶來雙邊關係的明顯改善 吳森伯更加預期未來十年的國際關係 很可能會走向裂變 首先就是經貿體系上走向裂變 這種趨勢已經很明顯了 美國在很多領域要去中國化 同時也看到國際社會有很多國家在去美原化等等 因此未來國際經貿體系的裂變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全球治理體系也會受到嚴重的削弱 甚至是出現裂變 好像20國集團接下來 還能不能真正發揮它作為世界經濟宏觀協調的主要平台作用 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 全球治理的合作本來就是超越地緣政治 和意識形態 但是美國現在就越來越向這些平台 引入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 這個會導致體系本身被削弱 第三,就是國際關係陣營化 可能會出現三個陣營 一個就是美國陣營 一個就是俄羅斯陣營 還有一個就是中間陣營 在這個意義上 後冷戰時期形成的以大國合作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為特徵的國際體系 如今正在走向終結 世界將可能分裂為主要兩大陣營 似乎是不少外交專家的預測 中國亦為全球走向不穩定 甚至更惡劣的外部環境做好準備 近日有一則新聞引起外電關注 彭博社星期四就報道 中國開始罕有這樣從巴西進口玉米 即是粟米 雖然巴西是全球第二大玉米出口過 但過去九年中國幾乎沒有從巴西進口玉米 彭博社引述糧食貿易商的說話說 中國已經從巴西訂購了大約25萬至40萬噸玉米 從巴西進口玉米可能會重購中國玉米進口的結構 2021年中國玉米進口70%來自美國 29%來自烏克蘭 俄烏衝突後烏克蘭的玉米出口受阻 中國進口量隨之減少 上海港聯農產品事業部玉米分析師流動 就對內地環球時報表示 這種情況下 拓展國內進口玉米採購途徑有一定必要性 彭博社說開拓巴西市場可能影響中美間的玉米貿易結構 市場擔憂價格更高的美國玉米需求 會隨之趨遠 芝加哥玉米期貨自星期一以來就下跌了2.8% 彭博社認為長遠來看 中國從巴西進口玉米 或者將會鼓勵巴西的農戶進一步種植玉米 並且從美國奪走一定的市場份額 劉棟說從糧食安全的角度考慮 立足國內供需進一步拓展進口管道 會使中國更加鬆容地應對未來玉米市場供需環境的變化 巴西玉米比中國更便宜 從巴西進口符合雙方利益 劉棟認為開拓巴西市場也有利於打破玉米嚴重依賴一國市場的風險 目前美國玉米價格正大幅上漲 導致中國進口成本被動上漲 從糧食安全角度考慮看 中國拓展新的玉米進口來源非常有意義 其實美國的玉米第一價格比巴西貴 本身競爭力就有問題 第二,確換入口市場是對中國糧食安全的一種保障 第三,也可以藉著南美洲國家敲打美國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